各位 霍兮福所义 福兮霍所福 爱的有多深 恨的就有多烈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清华沙漆案到现在 已经是2024年1月26号下午1点35分 美国旧金山湾区圣克拉拉县的法院 再次推迟了Google沙漆案的庭审 被告人陈丽仁仍未出庭 庭审延伸至了2月5号 因为陈丽仁 已经是第四次拒绝出庭了 他说身在医院 我估计可能就是 要打这个精神病了吧 说自己的精神受了创伤了吧 根据这个于轩一的亲戚 据说啊 他据称透露 陈丽仁的父母已经在第一时间 从中国赶到美国并聘起了三名律师 而受害人一方 于轩一的父母的签证 到现在还没办下来啊 诡异的就是不给 各位 而前两次的庭审中 南方请的大律师啊 威斯里施罗德 已经两次现身到法庭了 而且这位律师的职业 说是超过40年 法庭的经验太过深厚 有人担心啊 可能这个事不好办呢 这位美国的大律师啊 说超过200次的陪圣团的审判 包括15名凶杀案和谋杀案的审判 25起性犯罪的审判 超过30起于家庭暴力相关的审判 跟陈丽仁这案子太合拍了 并且已经在刑事少年和抚养法庭 处理超过12000件的案件 他特别擅长家暴案谋杀案 由几起家暴案 经他的手调查以后被驳回了 曾经在一起三重谋杀案中 让陪审团二审做出无罪的判决 而在另一起谋杀案中 帮被告洗清了罪名 无罪释放 有人甚至说 他是湾区 乃至是整个圣克拉拉县最好的辩护律师 许多网友坦言因此担心案件的走向 这个男的被轻判 现在看来有可能 这个魏斯里原本希望争取取保候审 但是被法官给驳回了 且明确申明不得保释 他还想把这男的给保出去呢 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的检察官迈克尔 在当地的法庭迈表示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例 陈先生发誓一定会珍惜保护自己的妻子 他爱他信任他 他却把他给打死了 我们将近一切努力确保陈丽人 对这一残酷而可怕的罪行负责 而且他说呢 地检部已经向法庭提出了一级谋杀的指控 说这个应该严惩陈丽人 他认为2月5号陈丽人比较可能出庭 但他也表示如果陈丽人仍住院 法庭必须以他的健康为先 不能强制他的出庭 你看见没有 各位这个大律师可是真厉害呀 四次缺席出庭了 厉害吧 哎呀 这个短短的两周内呀 陈丽人的出庭一拖再拖 而陈丽人的父母诡异的在中国 也不给签证啊 按说 各位 你按说啊 这种谋杀案 亲属过世的案子 到了那个美国的使馆里边 利等就签 你看陈丽人的父母利等就签 可是呢 于轩一的父母呢 到现在没拿下签证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说呀 这个于轩一的父母啊 是普通的工薪的阶层 而陈丽人的父母呢 身为高官啊 所以呢 差别就在这儿了啊 怎么样 以前的时候我就给大伙说嘛 在这个案件中 其实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 很有可能就是落在了钱上 知道吗啊 因为有人报的料 说这房子的首付是男方拿的 到现在呢 这个爆料越来越清晰了 女方的确是属于工薪阶层凤凰女 到现在美国的签证也被办下来 但是呢 你说对于女方的这种爆料 是吧 这个有人说呢 说于轩一与Google上司有私情提出离婚 陈丽人被激怒才出手 对吧 而且呢 有人这个知情者说呢 说他与这个陈丽人提出离婚以后呢 向他索要120万美元的家产 和每月五千刀的赡养费 当然这个数靠谱不靠谱啊 因为美国的这个赡养费这个事 也得看啊 女方和男方的这个社会地位的差距和收入的差距 到底能不能每个月五千 但是在美国 你只要是离婚 肯定男方要给赡养费 啊 知道吧 啊 如果女方很富的话 那要给男方赡养费 这是肯定的啊 这个不用降 这是肯定的啊 各位 所以说 如果女方真提出来 房子归他 啊 是吧 你要不然的话 我分120万 啊 200万 你得给我120万 然后呢 你每个月给我五千 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上 也完全是可能的啊 完全是可能的 对吧 啊 所以说 这个呢 到底是真是假 咱们都不能确定啊 这个呢 只能是到了庭审的时候 有些证据才能够有法庭来确定 有些人很同情这个女的啊 说这个一桶又一桶的凉水 一桶又一桶的脏水 很同情这个女的啊 说这个难道都是女的错吗 还说这个女的和那个原来学校里的一个炮王啊 一起玩 还拍不着不雅视频 对吧 啊 说这个女方现在委托来澄清啊 说这都是对我姑娘泼的脏水 一切都是不识之词 是吧 啊 所以这个理由啊 我个人还是坚定的认为 他们俩肯定最后还是为了钱上 无论是感情也好吧 什么这个什么理由最后都得落到这个分手的代价上 都是还是这个为了钱 对吧 而且呢 呃 女方的亲戚出来又爆料了啊 说在家里边办不下签证 干着急 没有办法处理各项事宜 工薪阶层 努力走到今天 父母公出国已经很不易了 目前也没有任何途径获取更好的法律方面的援助 啊 这个而且还要补充说明 有媒体报道 女方的父母11月份去过美国 为了保险起见 向女方父母身边人核实了 据他所知没有过 所以说 女方的父母就是老实巴交的 公薪 根本就没来过美国 也没有美国的签证 啊 这个又又出来辟谣了啊 说双方呢 是研究生期间 自由恋爱结婚 就证实了我们当时的那个说法 就是其实他俩 是出了国之后才各自和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分手 女方有男朋友 男方有女朋友 然后他俩呢就在美国一起全都是踹了原来的大火过日子了 美国来的华人太多这种例子了 家里边有孩子有老公在美国啊 跟男的大火过日子 然后呢再把家里的男的给申请过来 太常见了 人性啊 他俩反正没结婚 反正都踹了对方 然后就在一块了 结婚了 然后呢 跟前任不清不楚的可能性 也有极大的可能性啊 啊 各位 所以呢 这个事情 到了庭审的时候 最终如果是陈丽人招了 才能共处这个事件的真相来 而且呢 陈丽人家里边有钱有势 请的这个律师 我一看他的履历 我就觉得陈丽人肯定会轻判啊 也有可能你们想象不到的轻 这就是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法庭啊 朝南开 有礼 无钱 莫进来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